各位同學大家好 本來想在你們考之前 可以在Google Meet和大家見一次 即是祈禱會也好 但大家可能都準備不同科目 所以都是拍片可能對於大家方便些 我都會盡量精簡 即是講最後最後的一些提醒 那這裏就是PowerPoint 大家可以自己刷一下 首先提提大家 Paper1、Paper2的考試時間 那有一件事 可能一直都沒有提醒大家 就是我們考150分鐘 但只有120分 那大家可能有些同學沒有這個習慣 就是預留10分鐘去檢查卷 因為如果大家一直有 聽我錄的PreMod 都會知道其實很多時候 大家失分是一些不小心 不是你不懂的題目來的 即是你一看到同學的答案你就知道是有問題 所以記得在做的時候 都要預留一些小小的時間 5分鐘至10分鐘一定要的 行不行 那大約建議你 MC做40分鐘 長題目做100分鐘 所以那個Reference 大約就是你做1分 只可以有1分鐘多一點的 OK 然後你表面上 你會有45分鐘的Break 但是計上收卷的時間 你組入場要收藏一些東西 其實你可能只有20分鐘 那20分鐘的時間 足夠你做些什麼 就是溫定一定要記的東西 那包括在Industrial Camp裡面 我們那幾個重要的工業反應 的一些Condition 或者他們的Equation 是怎樣的 還有在Analytical Camp裡面 我們學了很多chemical test 有時候可能真的會忘記了 那就看回它了 那由Paper 2呢 就都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就是因為40分 考60分鐘 那但是都是記得 一件事情 最後要留5至10分鐘去檢查 因為Paper 2裡面的題型 其實不斷 就是經常都翻炒的那些題型 那你只要有檢查 小心點那些Comparative sense 那些東西 其實你會拿得好分數的 那已經是最後一條片 我就不會跟大家重溫的了 不過我簡單這樣說 就是對於不同的同學 你要Focus的點在哪 那如果你是Focus在Level 4 或者其實Level 3也是一樣的了 你不要覺得很難 因為Level 4 其實你大約拿到六成左右的分數 你是可以拿到Level 4 而且全香港是 有一半人是能夠拿到Level 4的 對於大家來說 是應該可以做到的 那所以你的目的呢 就不是要做完 懂了成份卷 你的目的呢 是你將 比較容易撿到的分數 一定要撿得到 那例如有些什麼呢 就是一些短答的題目 或者一些資料記憶的題目 那我都講一些例子出來的 就是譬如資料記憶有哪些呢 即Isotope的定義 怎樣計 那四種Structure的分別 或者是滑電子圖 反應的Equation Observation 那些方法 或者這些石油的不同的Fraction 而如果Fair 2的話 就像剛剛所說的 那這些 或者Polymer 那這些你會發覺 全部都是你背了就會懂得回答的題目 OK 那另外一些 對於你 AIM是拿到Level 4的同學來說 你一定要回答得好的題目是什麼 就是 考一百次都是這樣考的那些題目 即是沒有什麼生意 沒有什麼變化的 例如他叫你解釋Polarity 即是提過大家很多次 記得是 Bond Polarity Cancel Out 不是Bond Cancel Out 那這些大家就練好它 或者比較不同的Rendover Force的大小 一些 例如Topic 12 即Periodic Table裡面 由左至右的溶點 倒電趨勢 那這些 無論它怎樣變得好 其實考法都不會大改變的 那這些就是 你整理得了以上我提到的分數 其實你已經可能拿到一半的了 那其他的那些 你再懂得做一點點 其實就已經拿到四的了 所以對於我們同學來說 其實不是真的很難的 那設計呢 就一定要提醒大家 就是 通常你會AIM拿Level 3 Level 4 你都是信心不是很夠 那記得不要用大量時間去做Essay 或者回答一些解釋的題目 因為通常這些的同學 他的概念不是很清楚 你是寫好大堆東西 但是你寫不中那個keyword 即是你表達不了意思出來 那所以這些的題目呢 你可以留在後來才做 還有 不要在MC裏面做計數類型的題目 因為MC要計一條數 其實是很不值的 因為MC計一條數 你計很久 計對了都只有1分 而且你不一定對 但是你在長題目做計數 反而你可能有些step分得到 所以如果你是想拿Level 4的同學 這些就是提醒 那如果你是想拿Level 5的同學 你看到分數馬上會跳了很多 即是跳到70%多 這個range是年年不同的 但是通常同學是卡住 在4到5做得不好 就是做不到這一個題目 或者是表現很飄忽 就會做不到這些 這些通常要求 經常都是考一樣的題型 但是它會牽涉到一些 複雜一點的推理 或者解釋 或者是計數的題目 例如有些什麼推理解釋 例如它的電池 它給你一些OA、RA 你要真的看清楚 那個電池 找到哪一隻OA、哪一隻RA 你才能做得到 這些對於Level 4的同學 是會有少少難度的 但是對於Level 5的同學 這些題目對於你是應該要吃生菜 就是你不一定要適合 但是你不應該要花很多時間 或者是沒有把握 因為這些是經常都差不多的題型 那我不逐個去講後面那些 但是譬如有些是Collision Theory 就是經常都是這樣回答 LCP 又或者是Energy Profile Maxwell Distribution 它怎樣變法都好 大致上的考法都不會怎樣變的 其實 又或者是Soft Preparation的步驟 其實很接近的 那些的題型 那然後到計數 其實有一部分的同學 雖然他AIM F05 但是經常都會在計數那裡卡住了 那這個真的跟學校 同學本身練習和能力有關 但是我大約 在這裡都寫了有什麼數 是大家要處理到的 Titration Hex Law MCWT Race Molar Gas Volume KC QC 那有幾個最後的提醒 就是大家首先 一定要留意 就是 你的答案 是要對題目的要求的 因為 會AIM Level 5的同學 其實你不是不懂的 但是你會 往往我們的同學 就是會回答了 不是題目想去答 例如題目 叫你要Deduce 但是你就只說了結果出來 那你就會沒有Deduce的分數 或者叫你Explain一樣 你就會沒有那些分數 還有有些同學 是會搞亂了一些很近的concept 例如 別人問你KC value的改變 你就回答了KC Ecuribian 別人叫你寫Ionic Equation 你就寫了Full Equation 別人問你Half Equation 你就寫了Ionic Equation 那這些呢 就是同學不是不懂 但是呢 有時候一下就會搞亂了concept 這個大家要留意 那然後到AIM要拿五星星的同學 其實我沒有什麼特別說 什麼題型很重要 因為對於你來說 所有題目你都應該要做 你也應該要懂得做 但是跟你分析 大約你這樣想 一份卷裡面 有四成的題目 是背了就懂的 四成的題目 是粗了就懂的 15%的題目 是你很少見 或者身小小樣的題目 然後有5%的題目 是真的拿來考天才 或者學習態度很好的學生 有些很隆隆的位置 他都懂的 所以對於你AIM要拿五星星的同學 首先你頭兩種 背了粗了的 你一定要拿足它 那你不會有超過1%的失分 正常來說 如果你夠小心的話 然後就是那些難的題目 你總是會有多少失分 就是視乎那個難度 和同學本身的level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的關鍵 就是這裡 這裡 就往往是令到一些 本來有機會拿到 很好的成績的同學 就會失了手 就是不小心 因為這個視乎大家的熟練程度 和答題 有時候當然mark下都會有主觀性 那你會發覺 減一下減一下這裡的分數 如果你是一個 數理天才型的同學 你可能這些很難的題目 你都適合得比較多 那你就會變成 比較大的容錯空間去答 就是去拿到五星星 但是這些同學往往在哪裡 會出問題 就是他們的表達能力會弱一點 就會在marking那裡失去分數 所以記得一定要 就是要預留時間去覆卷 因為往往這類型的同學會失分 是最簡單的題目 就是可能就這樣叫你計要 你突然間太快 看錯了 你減漏了一個數 或者成漏了十 你就成條計錯 那這個一定要小心 還有會overlook 這類型的同學 因為你覺得很容易 那條題目 你就會看漏了一個字眼 可能就不回答那些東西了 那另外一類的同學 就是 通常就是 比較勤力一點 細緻一點 文字表達 寫東西寫得好一點 但是這些同學 就容易什麼呢 因為 這類型的同學 可能會在這些難的題目裡面 失分比較多 譬如計數的題目 所以他們很容易 只要有少許 操心大意 他們就會跌 離開五星星的分數 就會進入一個平頸的位置 所以 技巧類的題目 一定要很小心地做 一定要很小心地做 技巧類的 計數的 滑圖的 是吧 處理曲線的 這些要小心 還有要小心時間管理 因為這類型的同學 往往 習慣性是越寫越多字的 那如果你去到考試的時候 緊張 寫得更加多字呢 其實是有可能會更容易沒有分的 因為你會寫了一個contract的concept出來 所以反而更加好 可能是預留多些時間去覆一次卷 還有一定要保持一個好的心理質素 可能這類型的同學 他會抱著一個心態 就是我不夠某些同學厲害 但是 其實你要有一個這樣的concept 就是 即使你不夠別人很厲害 但是其實只要你足夠小心 你這裡不要失分 你一樣是會拿到五星星的 所以你要告訴自己 你是做得到的 而我都相信大家是OK的 因為我們班都不少 這類型的同學 而我覺得他們是很有能力的 只要大家小心一點就可以了 那又說說最後有什麼可以準備 那我們是5月3號才考的 那對於大多數同學來說 應該考完星期四 即明天就考完 那有四天時間溫的 那是好事來的 因為多數同學都多些時間準備 但是不好事 其實我們都多同學 後面都要繼續考的 即是這幾課都要繼續考 都多的 那所以同學可能也都 相應又會分配多了時間 在其他科 但是 每個人都是這樣考的 所以 對了 要保持一個良好的心理素質 那最後講一下 有什麼可以準備 這幾天時間 那首先 一件事 千萬不要再用很多時間去溫習 因為這一刻 再溫習 不太有意義 這一刻 你應該要做 你可以參考一下我剛剛提到的 那些質分的題型 你大約看一看那些概念 如果你稍微忘記了 就再看一看 如果沒有什麼忘記的 你大約都能說出什麼 那就可以略過 因為你省一些時間去做後面的事情 例如背書 就算你是多厲害的同學 你總有一些東西要背的 例如 那些鋼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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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同學都好 你會知道有一些題型 一問你 你就是這樣回答 哪些字眼要寫好 哪些字眼要寫不好 那這裡全部都寫出來 我覺得成效都會是差不多的 那我不逐個講 剛剛都已經提過 但是大家要溫那個marker 要留意 然後剩下兩三個時間 都可以做一下題目 但是會建議你 只做DSE 2014-2022的題目就好了 那不做12和13 是因為Cybus改過一次 你12和13有時候會見到 有少少少歐斯的題目 但是不是太多的 都不是很重要 By topic,By year都不重要 但是要計時 以及關鍵是在於 你之後一定要對比一下 自己的答案和marking 有什麼分別 因為這些正正是可能 你在DSE裡面會再錯的題目 然後還有留意 如果你再粗 就專注這幾個topic 因為 你看看過去幾多年的歷史 也好 DSE裡面考得最多 佔分比重最多的 一定是這六個topic SEbase ORCAM VDOS 以及Elective 一定是這幾個topic 佔分最多的 還有呢 都要準備一下那些工具 首先 知道大家 有些同學考了幾天試 有時候 心不是很安穩 或者 病病的 所以 所以 要保持一個 安穩的心 祈禱 才可以發揮得好 好主要是看大家發揮 其實大家按上下能力 不是真的差很遠 第二 就是 要準備圓筆拆膠 就算你覺得你不用都帶頂 因為有時候畫圖 畫線 Skeletal formula 一些比較容易畫錯 要不斷插 就有些論盡了 還有要帶間斜 例如 處理外推 例如有幾個點 然後 就叫你找兩條點的膠點 以及projection 就是你找到這個膠點之後 project它下去 Axis上面的 那些題目 都要用圓筆做 近幾年 對於這方面的要求都高了 就是經常都要你畫到兩三條線 才會有分 所以這些位置要留意 還有計數機 檢查清楚有沒有那條contradic formula 雖然不是經常考 但萬一它在Ecuribium裡面 考考你要解決 contradic equation 都要做到 原子不能用圖改帶 但是其實如果你 錯的位置不是太多 我會建議同學 直接拆掉它 就不要拿圖改帶圖改翼 因為你花很多時間 又可能要等它乾 有時候圖改帶又掉了出來 DSC份卷是很多空位 所以正常是夠位的 接下來的時間 我講一點 就是我們之前都有提過的 一些經常同學會犯錯的復位 那我把那份復位的文件 最更新的那份 我放在這個QR Code裡面 大家scan就可以成份看 但我抽些重點出來 首先這一版是關於Equation Equation Equation 除非題目要求 否則正常是不用寫State symbol 但是Elegetic 就一定要寫State symbol 還有不要亂按用份數 或者用一些不是LCM的數 去做它的CoEfficient 因為會零分 Elegetic 也是另外這樣計 還有 大家因為習慣了做 很多時候 如果在AllChem的題目 問你Equation 同時 忘記要Balance 例如Esterification 忘記畫水 或者Fetch 去做Hydroxys 忘記了要三個Hydroxys 這些要留意 還有大家記得 那些Redox的Equation 如果寫了幾條 就插了剩下那些 還有看清楚幾種Equation的分別 不明白就要搞清楚 OK 然後這些都經常提到 Chemical test 就不包括這些 這些是Physical test 還有 如果一用到ChemTest的Reation 它的狀態是很重要的 即是有水還是沒有水 固體 要不要加熱 Dry還是Wat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射清楚 還有如果問你Reation 記得不要插個Iron 這些是同學很多時候會犯錯的 我都再提一次 接著這班說的就是計數 很多時候同學都會不小心 就是太早拿一個Round Up的數 去計下一步 DSE是要求得挺緊的 所以要記得要小心 雖然有時候 他會給你一個範圍 但是大家拿一個最好的數字 OK 然後Sublit Friend Figure 通常拿兩個至四個位 如果大家要記得 我上課教的就是 你通常在題目裡 大約會找到 他想你回答多少個位 但是也要記得 如果Titration的結果 一定是兩個小數點的位 Titration的結果 還有 記得一定要適合單位 因為太多看到大家適合單位 我們每次Test、Exam 都會找到同學寫錯單位 還有不要一條式去到最後答案 有時候 如果你列明了每個步驟 在做什麼 譬如你這一步 是計算的Number of Mode 在Titration裡的Exit 就算你計錯答案 都會有Math法分 這裡是關於畫圖方面 畫圖 記得無論什麼圖 Axis和Unit一定是佔一半分的 就是那些Maxwell Distribution Energy Profile 都會佔一半分的 還有剛剛也有提到 Extrapolation、Projection 這些題目 都要小心怎樣畫 忘記了 記得問回或者問回 接著進去不同的Topic 這個Topic 就是Microscopic World 1和2 很多時候叫你解釋 Property 你都會牽涉到要講 它的Structure和它的粒子 在這幾年的DSE Marking裡面 經常會把這個粒子的名稱 是underline和粗體了 即是說它要求你 不只是認識Ionic Bond 不只是認識Dry-Aneric Structure 你要認識Ionic Bond 是在Iron中間 Vendor Force 是在Molecule之間 Colelian Bond 如果是GCS 是Between Atoms 所以這個位置大家要小心 近幾年很明顯 剛剛提過 Decimal Pace Titration 和Ionic Equation 又在Short Preparation Procedure裡面 我經常都和大家說 這些Filter Wash Drive 你寫一個基本上都會有另外兩個 而且都是一句 其實就不用節省的 只是一句說話而已 而且有時候記得 有一些關鍵的步驟 是否下Excess 要不要先溶在水 再去做Precipitation 這些位可能是重要的 都要寫清楚這些位置 然後Polymer Polymer Repeating Unit 和Monomer 經常大家都不記得 還有這個位置 大家經常會搞錯 就是Bromine Solution 可以寫橙色或啡色 但是不可以寫黃色 不可以寫黃色 然後呢 還有呢 我們經常都有同學 Bromine寫Observation的時候 就會寫了Brown Gas 大家應該記得 Bromine不會突然出氣體 除非你加熱它 否則它不會突然出氣體 然後呢 還有一些Comparative Sense 這些一定要小心留意 Bom Polarity Cancel Out 然後呢 然後呢 這一版就是 三個FreeCam Topic的題目 Energetic 是KJ Promote MVLP Change的題目 一定要寫State Symbol Thermal Chemical Equation 是包含後面這塊 它通常都會給你一個數字 叫你寫的 一定要留意寫對 另外呢 近這幾年 經常都考Rage of Reaction的Essay 或者一些長一點的 procedure的題目呢 大家記得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就是 它是要求你 能夠表達到 在實驗的設計裏面 是有Fair Test的 例如你現在是 要找 就是要比較 這兩個不同濃度的HCL 那你就要告訴別人 我們Concentration 不是 Temperature Volume 那些是全部一樣的 這樣呢 才拿到Fair Comparison 那一分的 後面都是單位 大家記得不要寫M M做單位 在後面那些很FreeCamp的 topic 不要寫M-2 寫Mode Per Dm Cube 然後到 All Scenes的All Cam All Scenes 有些Reaction 一定要分兩個step 例如 Reduction Hydroasis 這些題目 有些是要加熱 有些是不用 溫清楚 記清楚 還有 改大家 Mock卷 Premock 都是 逢親挖一些很長的探鏈 就一定有同學 是數錯Number 多一個少一個 都要留意 還有 有時候的Chemical Test 你要記得 那個State 是很重要的 要留意 然後到 All Cam的挖圖 挖圖 有很多 要留意 逢親加熱都不能 Cosystem 箭咀和加熱都要寫 還有 Distulation 通常溫度計的位置 以及Reflex 要有兩角玻璃 記得我說過要有兩角玻璃 這些都是 其實明明只有兩個 但是每一次改 都是有同學會畫錯的 通常每一年都有一條是畫的 不管Paper 1 還是Paper 2 他每年總有一條是畫的 都是畫這兩個 大家為什麼不好好記住 然後這個位置 大家留意 如果考Condensation Polymer 記得 它那個Bracket 是一定要在它中間斬開的位置 即是CM Bond 或者CO Bond Single Bond 的位置 還有Detergent 有一條Essay 大家記得 就是Hydrocarbon Tail 就不是Hydrophobic Tail 因為Hydrocarbon 是表達Structure Hydrophobic 是比較有水溶性的 所以是兩件事 第九個就是Cleansing Action 同學會漏了這兩件事 又到Industrial Cam 這個位置 後來改捲的時候 發覺同學比較多 就是工業那幾個反應 不寫Ecuribium 但大家明明應該有印象 那幾個反應 我們是要用LCP去判斷不同Condition 當然是Ecuribium 還有Green Cam 經常都會用到Comparative Sense 所以一定要講清楚 Comparative Sense 這兩幅圖 XY axis 大家會漏了 最後這一點 雖然不是經常會考的 但同學都經常有人問我 我怎樣用文字去表達 Atom Economy 和Percentage Yield的分別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還有Analytical Cam 經常會出現問題的地方 大家就是IR和Marspec 雖然是有表對 但大家經常IR都會寫那個Range 就不是寫它的表給你的Range 大家隨便選一個Range 還有大家寫Range的時候 你要有兩個OH 你要講清楚是哪個Range 究竟是Alcoho的OH 還是CXS的OH 是有不同的 還有記得 我們的Marspec裡面全部都Iron 所以記得不要漏 那個Charge 是一定不要漏那個Charge 大家要記得了 那就是最後 其實都會很掛念大家 因為這段時間裡 大家都在準備不同的科目 有時就算我想起大家的東西 我都不敢經常Message大家 或者PM大家 因為我怕打擾到你 或者有時候被人問得太多 其實可能壓力會更大的 那我也知道 就是過去那幾天 大家考起來 可能有些同學會表現不太好 或者覺得自己失了手 但我想告訴大家 就是你覺得的表現失手 其實有時候未必真的表現失手 但是如果你的心裡 覺得是表現失手 告訴自己失手 其實就很影響到你之後 會帶來的問題 就是之後的帶來的準備 大家都經常聽我說沉沒成本 過去了的東西 我們沒有辦法去改變 但是我們眼前能夠做到的最好選擇 是我們應該要做到的最好選擇 那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其實我的WhatsApp 是有這幾個字 去做我的標注 其實這三個字 是來自寧靜討聞的東西 我覺得在我的人生裡面 是幫到我很多 因為我的經驗 告訴我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生命裡面 很多東西 我們發生了 我們改變不了 這些都是制慮來的 可能那些制慮是好事來的 可能那些制慮是難過的 但是呢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 我們眼前有沒有勇氣去改變到 我們可以改變到的東西 所以我們都是一樣 好像這裡這樣說 好像這個美國神學家這樣說 就是頭上帶給我們 有一個安穩的心 去接受一些我們改變不到的東西 給我們有勇氣去做出一定要改變的東西 還有我們有智慧去分辨他們的分別 好好努力 最後 之後大家考完DSE我們再見 好嗎 那再見 加油會為大家祈禱的 拜拜